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屋 摩羯座虽然低调 但它们很少会被真的看低 而摩羯也容易被称为最强星座 散发一种强者气息 今天我们来聊聊摩羯座为什么被称为最强星座 1. 自控 摩羯座被称为最强星座 大多也源于其自控能力 比如情绪自控 很多时候让人自叹不如 劈累 在摩羯座这里往往是一瞬间 一晚上的事情 在工作中的示意 摩羯座好似也不需要时间去消化 能立刻总结失败经验 奔赴下一个战场 不为失败而停留 眼光总释放长远 这样的摩羯 很少见到其负面情绪 比如有人在工作中犯错 摩羯的惩罚或者包容都来得轻描淡写 往往简单几句话带过 并不带任何个人情绪 人们很难从其身上 感受到不平静的情绪 这种情绪自控 让人时常觉得骑好似机器人 但正是因为这种自控 让摩羯座变得强悍 比如摩羯规定早上六点去锻炼 不管风吹雨打都会坚定执行这个规定 他们的自控 让其对要做的事情充满掌控力 摩羯座很难偷懒 一旦决定就会按规定执行 强大的自控 带来的是强大的执行能力 杠影 摩羯座被认为是最强星座 其实也在于其刚硬的形式作风 这种刚硬并非言语上大声呵斥 而是摩羯内心的坚韧 让其无坚不追 比如摩羯座决定反抗某种论势力 越是去越容易让摩羯变得很绝 苦难不会将摩羯打倒 他们反而生出更倔强的心理 一定要获得胜利的种子 容易再感受到他人压迫的那一个出现 摩羯座容易发誓要出人头地 致力于让批判自己的人闭嘴 越说摩羯不行 他们越要证明自己行 摩羯座自带反骨 一身闹气 不屈服任何人的管教 只愿意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比如摩羯想要成为航天员 有人说其身体素质不行 让其去做文职 更安稳简单 摩羯座不会愿意 他们只会默默增强自己的实力 不断地努力 让自己离目标更近一点 摩羯座的刚硬 是骨子里的不服输 这些让其容易变成最强之人 在任何行业都容易脱颖而出 因为其拥有坚定的意志 和勇往直前的决心 三 镇定 摩羯座总是保持冷静 不会出现慌张 这些也让其给人一种很强的感觉 让人觉得其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摩羯座善于自控情绪 很少会失控 比如在察觉有人影响自己的情绪时 摩羯不需人提醒就容易升起警惕心 他们会提防自己过分依赖他人 不管是感情还是事业上 因此很多摩羯座能保持最大程度的独立 做任何事都有较强的掌控力 比如自己想要帮某个人时 不至于因为他人反对而无法执行 摩羯座对自我人身的掌控 让其能保持镇定 因为其知道自己的极限 而至于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 摩羯也不会过分慌张 因为摩羯觉得既然事实依然如此 慌张对解决问题无用 不如多留些心力 去关注思索如何解决问题 摩羯的务实 让其容易忽略不好的情绪 这些让摩羯座再遇到问题时 会比常人更加清醒 能理智分析全局 找到更多细节补充 强大的逻辑思维 以及对客观事实的分析 让摩羯容易成为最强星座 摩羯座的强大 并非在外在的名望权势 而在于摩羯始终让自己保持前进的状态 不因为短暂的苦难而停下步伐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